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本港的最新消息 話說自從1月31日英國開放BNO5加1簽證申請以來 香港的建制派人士幾乎每一天都有人走出來暢淡移民 甚至乎還說到移民是危機四伏 平時都不感受得到這群人對香港人是這麼關懷備致的 自從1月31日之後 就察覺到原來他們是很緊張香港人的動向 好像擔心香港人會逃走 最新一位出來暢淡移民的 就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到底譚惠珠說了什麼呢 他接受訪問的時候就提到 說未來香港五年的前途 一定就是跟中國的發展綁在一起 他還強調 只要香港做得好 移民就一定會回流 其實他後面那句有多少就是抄襲至曾育成主席 昨天我們也有分享過 他說香港做得好 移民一定會回流 我就不敢完全否定 事實上在過往來說 的而且確有一班移民了去外國的香港居民 他就看到香港仍然是一個非常賺錢的地方 所以就真的回流 但是就沒有說一定會回流那麼斬釘截鐵的 有班人他真的走了以後 以後都沒有再移民回來香港的 他最多隔幾年的時間就回來香港 探望親朋戚友而已 那至於你說到那些人會不會回流 其實大前提也是正如他自己所說 香港要做得好 你香港如果做得一塌糊塗的話 那些人完全就不會考慮回流 那麼現在就正是一個大好的機會 給這班建制派的人士來大顯身手了 因為現在香港又實施了國安法 那些反對派都基本上是縮清了 反對無效的 也都 只有一些 殘餘的勢力在那裡糾然殘喘 建制派都已經是 在立法會裡面佔有多數的優勢了 那就是沒有東西很賴的了 以前就說可以賴那些反對派 說他們怎樣來拉布 怎樣點人數 浪費議會的時間 搞到留會 一會兒又說他們搞議會抗爭 搗亂 現在完全不見了 只剩下鄭松泰都不是東西 所以現在就是你大顯身手的好時機 到底在未來的幾年 你怎樣來把香港搞定呢 香港現在就是處於一個 貧富懸殊極嚴重的環境 香港自從97年以來 這個堅尼系數就不斷惡化 你是不是有本事來解決這個問題呢 香港的樓價也是數一數二那麼貴的 在未來的幾年你怎樣來著手解決這些問題呢 貧富懸殊和樓價極高就已經纏繞了香港很多年了 也是根深底固的問題 照計就不會說全部人都移民走了 大部分人都會留下來的 那你怎樣解決呢 我們就拭目以待了 暫時看到有跡象他們打算解決這些問題呢 又未見到有 林鄭就帶頭叫那些 政府部門怎樣去封區封街封樓 令到不少市民認為 是很擾民的 他還說這些不是勞民商財 你只是搞封街封區封樓沒有意義的 一美只是在口喊清零 去年都清零了 去年清零之後 突然又放生一群海員可以免檢入境 之後就再無法清零了 到底這是誰的責任呢 是不是需要問責呢 難道是市民的責任呢 譚慧珠出來說 你說要把香港搞好 你也要有些有質素的官員才行 唉真是 他又說到什麼呢 他說英國 對於華裔或者非白人的移民 充滿戒心 也普遍上是不受歡迎的 他還說在過去的歷史上 英國幾乎都是只賦予白人居英權 例如以往的香港 直布羅陀 福克蘭群島 都有英國屬土公民 最終就只有香港的英國屬土公民 沒有居英權 而其他兩個地區 絕大部分的人 都是白人 其實譚慧珠說這番說話 都已經是過氣了 根本上就是前塵往事 為什麼他不舉出一些最新的數據呢 比如說在過去的20年 其實都有很多非白人 是能夠申請入籍英國的 是定居起來的 那麼他不說這些例子 是不是 還說英國對於華裔 就是充滿戒心 實情香港人留得在這裏 上大人都有戒心 上邊掌權的人 一直以來 對於廣東人也好 香港人也好 或者是 那些 母語是廣東話的人也好 那個信任程度都是低一點的 只是看看在過去這半個世紀以來 有多少個 廣東省籍的人是能夠打入大陸的權力核心 就已經知道了 再加上在過去這20多年以來 到底有多少港票人 是下來香港定居呢 如果他對你充滿信心 是百分之百的 他為什麼要找港票人士來取代你呢 為什麼譚慧珠不說港票的議題呢 從來沒有建制派的人出來說的 一味就秘而不談 根本上有很多高薪酬 高黨次的職位 就是被港票人士撤了 本身這些職位就應該由香港人來做的 為什麼那個所謂的流轉那麼慢呢 就是因為有些港票在這裏 為什麼你不提這些東西呢 你說有戒心 到底誰對誰有戒心呢 是不是 不說的這些是秘而不談就算的 好了跟著他還說 英國已經脫歐了 英國人對於來自己國家 搶飯碗的人就非常反感 第一英國脫歐就跟對於 搶飯碗的人非常反感 是沒有必然的邏輯關係的 第二 香港人去到英國之後 能不能夠搶得到當地人的飯碗都成問題 其實很多 從BNO5加1簽證 申請過去的人 心底裏都明白 其實過去就未必做得回老本行 大家都已經有這個心理準備了 甚至乎有些人都認為 過去未必找回那麼多的薪酬 但是為什麼人家仍然有這個決心去走呢 有部分家長就是為了子女的教育 他不願意接受你香港那套 左改右改的教育 有部分就是他想 尋找一個更好的 生活環境 不想接受這種政治低氣壓 總之什麼原因都有 你就應該深究一下背後為什麼這些人要走的原因 反思一下為什麼人家是 這樣的情境都要離開 而不是一味就在這裡靠客 就說英國人對於來自己國家搶飯碗的人非常反感 老實說香港人去到英國能夠搶得到什麼飯碗呢 又如果英國的職位空拳是充裕的時候 根本上就不存在搶飯碗這個問題 所以 譚慧珠忽然之間又對於香港人是充滿著信心 又覺得香港人的競爭力是很高了 哇真是多謝他這麼看得起香港人 好了跟著他又說到 說以BNO入英籍就必須要有經濟能力 不需要用到英國資源的人 再要看五年之後 能不能夠成功入籍 如果當時的民情是不喜歡移民的話 英國就將會收緊的政策 因此他就認為 參與BNO5加1計劃 是非常危險的 沒有保證一定能夠得到英國國籍 但是就會花了六年的職速去生活 其實他說這些說話就是多什麼的 為什麼呢 英國呢 是牙齒當金洗的 不是說好像某些國家這樣朝令夕改 公佈出來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英國也只是說在五年之後會再檢視這個5加1計劃 到時這個5加1還會不會繼續呢 就到時才算 但是已經申請了5加1的人 就會按照現行的機制來做 怎麼會說忽然間收緊 沒有這回事的 老實說就算不是5加1也有其他途徑來移民 如果你譚慧珠這樣說 香港人從頭到尾都不應該申請移民 如果你申請投資移民 技術移民 或者是醫親移民 你都可以說 到時的民情是不喜歡移民的 英國就會收緊政策 你這樣說都可以 而且不單止是英國 你可以將這個國家套在任何一個身上 你說完都可以 是不是不應該移民呢 偏偏建制派人士那些家人很多都是移走了 陰慧珠 所以說這些是沒有說服力的 譚慧珠又說香港的客觀條件是非常好的 更重要的就是香港埋頭苦幹發展經濟 如果泛政治化 將政治凌駕於經濟民生之上 例如之前在立法會上出現的拖拖拉拉 就等同治委長城 譚慧珠就呼籲 持有BNO護照的香港人 不要過分理想化英國的政策 他強調 未來五年 香港的前途必然會跟國家發展綁在一起 他希望香港人珍惜機遇 現在很多香港人都珍惜機遇 就是申請5加1簽證 有些就申請加拿大的工作簽證 遲些如果美國公佈這個救生艇計劃又有人申請 澳洲有人申請讀書 很多人都把握機遇 沒問題 大家都珍惜 是感恩 沒問題 譚慧珠就說到 以前在立法會有些人從中作梗 現在那班人都不見了 大家就看看 到底你怎樣把香港搞好 但是與此同時 正如曾鈺誠主席說 你這班人自己都應該去反思一下 為什麼那麼多人會選擇離開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